本视频由转转二手交易网赞助播出 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你的情依 以前还没有快速充电技术的时候 给手机充电要一整晚 要是打游戏的时候没电还要边充电边玩 可是充的电还没掉的快 现在有了快速充电技术 再也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 那么手机上标注的快充和闪充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不仔细对比观察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两者没什么不同之处 反正都是能够给手机快速充电的 事实上这两个方法还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因为目前市面上总共只有三种快速充电方案 一家和OPPO的VOC闪充技术 高通平台的QC快充技术 以及基于联发科平台的Pump Express技术 VOC闪充技术就是采用低电压高电流的方法 在安全的前提下为手机快速充电 当然这种技术也有局限性 想要实现闪充 要满足充电器电池和Charge IC 一般来说后者很多手机都不成问题 但是充电器就需要专门电器接头 如果用其他数据线插在USB接口充电 或者使用其他劣质品牌的充电器 而非专门的充电器 那就无法实现所谓的闪充了 毕竟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可不是吹的 OPPO的闪充技术可以将最好充电速度提高4倍以上 并且有着极其安全的五层充电保护机制 完全不用担心临出门手机还没充满电 而快充高通QC快充技术 它是通过同时增大电压与电流的方法来提高充电效率 现在使用较多的QC3.0技术 采用最佳电压智能协商算法 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变得更加灵活 不过充电时手机温度较高 但是对数据线的要求较低 使用范围更广 如果出门忘记带数据线了也不担心 找朋友借一根或者在附近的小店随意买一根 也完全可以快速充满电 不过在本质上 他们俩的充电效率是没什么太大区别的 只要充电速度够理想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太多 只要分清哪个只能用自家的数据线 哪个是百搭的就好了 欢迎做这个interesting 好巧玩有趣都逼的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都没时间解释了 快上车